主要一点就是说 我为什么没办法让人家认知 没办法让人家看到 主要一点像我们工作者 我们工作的时间就8点到下午5点 我们根本跑不开 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接触 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我们这种行业 在2020年开始才大量的曝光 因为工艺之家 他们也给我们做了很多资料 那我最主要是你说 为什么说他没有办法说 很大量的资讯让人家知道 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师傅 工艺师太少了 你看我上面上去的人都70岁 所以你看70岁大部分都退休了 以前的人我们工作算是高温 很多人很早就退休了 所以就等于说这个行业就变成说 没落 其实我是发觉到说一点说 其实传统工艺是一个可以带动一个文化 也可以带动一个产业 那其实现在的人越来越少出去学这个叫传统工艺 其实传统工艺这学得起来的话是一辈子不愁吃穿 那我们也希望说弄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教学中心 然后有可以给你影音或者说现场制作 可以晚上来教学 其实我们讲真的技术层面传统工艺跟这个文化面 是要有传承 也要有自己的那种毅力跟耐心 然后要有天分 所以我们也一直讲医师的话 本身我就一直在找有缘的 真的 我们真的很想说 博乐士吧 能够碰到真的是有天分的 如果一辈子能交出一个两个 那我就觉得够了